有句话叫做滚石上山啊 说的是在逆境当中 竭尽全力的奋斗的姿态 那推石下公路呢 这事能理解吗 你说这事其实我知道 就是说现在网传的 有男子呢 将石块推落至山下公路 取乐的事 要我说这事不仅 不能让人理解啊 甚至还有点匪夷所思呢 啊 什么呀 你来我拎呢 你这人来了就完了呗 你咱来一人来一个 谁也不亏 这是无法理解 不知道什么样的恶趣味啊 你既无聊又缺少功德 这么大的石头推下坡 万一这个时候有车辆 或者行人经过呢 咱说即便是没有人路过 要是石头落在了公路中央了 或者说把这个路面 砸了个打坑 这难道不是一个安全隐患吗 说的就是啊 所以这显然就是百害无一例的事情吧 无法理解啊 这俩人为什么能干出这种事 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呢 对此呢 北京怀州警方依法开点调查 经查呢 在2022年的4月23号的15时许 杨某男37岁 张某男38岁 结伴到怀柔区 琉璃庙镇的青石岭村附近游玩 行至青石岭村 往东大约4公里处呢 两人爬至一山坡上 为了寻求刺激啊 临时起义将银石从高处推落至 因道路维护临时封闭的东西路上 并且呢拍视频发至微信群来炫耀 之后呢被民警查获 目前杨某某张某某已被怀柔公安分局 依法行政拘留 不知道这样的结果是否能够刺激到 你们有关功德的那根神经呢 或许推石头看石头滚下去的场景呢 在一些大男孩甚至老男孩的眼里呢 可能呢就是一个解闷的游戏 但凡是咱们也要讲个场合 也得分个石头大小啊 没错 比如说网上就流传着一些外国人 推石头的视频 这石头之大 把人家的房子和庄稼地都给毁了 没闹出人命那就是万幸了 我估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的 无法想到这种恶趣味 到底能给人带来什么样快乐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啊 趣味和恶趣味呢 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 男人啊可以一辈子少年心 但是不能永远都是心智不健全的熊孩子 视频里推石头的这俩呢 一个37一个38 这都是当爹的年龄了 可得长点心呀